戴着口罩不发意语上车离开 台北市府都委会执行秘书少秀佩卷入金华城案 以被告身份遭到北检约谈 经过彻翼的调查 裁定无保请回并限制出清出海及住居 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震 深被法院裁定积压禁建 裁定理由提及正对日本旅游的少秀佩是共犯 被怀疑是未罪潜逃中 但他透过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含冤 强调依法请假并且已经返台 廉政署责的二号早上前往少秀佩住家搜索 并以贪污治罪条例图律罪被告身份约谈到案 有市议员指出其实早有端倪 不管是都法局的其他科室的反对 法务局的反对 但他最后在主席结论的才是 却继续往前走 跟彭震生是如出一则 少秀佩作为进华城协调会议主席 无视各项是法性问题 人才是案件继续往前走 还传出他与应小微助理 也就是这次被收押的吴顺明 其实是老同事 吴顺明跟少秀佩 他们在都法局就一直是多年的同事 我跟他聊的时候 可以感觉他压力很大非常大 我不知道说到底他的角色是被逼的 还是说是怎么样 县职都委会执行秘书的少秀佩 曾任都法局规划科科长 接触过华光社区开发案 调生都法局总工程司 具有多年都市规划专才的他 被称为是都委会第一把交易 但是当初审议通过方案4 将精华城容几率提升到史无前例的 840%的关键人物之一 另外已经被收押的前台北市副市长 彭震生也是少秀佩的上司 被检方认定于应小微审庆 已经有翻译点落 如今少秀佩佩裁定无保请回 精华城安下一步还会约谈 哪位涉案人士外界持续关注 金星人中的报道